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足以评上画师 你说什么 他的画不是都烧了吗 你是怎么看到的 当时少爷在手把手 教一名女弟子做画 画还没来得及烧 所以这才被我看到了 看得好 下去领赏 谢老爷 温兄 昨晚挺惊险的 今晚咱们还是别出去了吧 子夫师妹 昨晚那只是个意外 今天一定不会再发生了 可是 景淳 景淳 父亲 景淳 这位是 伯父好 我是佟子福 子福 你好你好 快快免礼 我家景淳呢 他脾气虽然不好 但是心眼不坏 往后啊 你们在一块学画 他万一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 还望你看在老夫的面上 多多担待啊 伯父 景淳师兄他一向挺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啊 父亲 您此次前来 是有什么事吗 景淳 我这次过来 是特意来跟你道个歉的 以前啊 时节太武断了 如今 能看你好好学话 那我就放心了 那行这样 我 我不耽误你们学习了啊 慢走 伯父 不耽误你们了 伯父 伯兄 话还没交呢 你干嘛去啊 哦 我得赶紧去拜访张大使了 你能不能不去啊 为什么不去啊 我 我今天心情不好 乔师妹 你为何心情不好啊 文兄 嗯 我有些事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但是无妨 你说你今日做话 也算是有些天赋 但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啊 哪样的事啊 哪样的事啊 我们喝过酒了吧 啊 是朋友了吧 嗯 你是朋友 你就听我去劝 金盆洗手吧 别再当绑匪了 啊 啊 你说你出身书画世家 一表人才又有一身好武功 你为何要去当绑匪呢啊 你不会自己想 你也为你爹想想啊 不是 当绑匪 我什么时候当绑匪啊 你还不承认吗 文兄 你那天不是带了一帮小弟 绑了我跟赵大师吗 嗯 我如果跟你说 我是装扮成绑匪绑绑匪 你信不信 那你这几天四处拜访大师 不就是为了绑他们吗 当然不是啦 我是为了 展示给你看 展示给我看 嗯 就 装出一副好好学习的样子 让你好回去跟我父亲汇报 汇报 汇报什么 你不是我父亲派来的案子吗 案子 什么案子 你真不是我父亲派来的 大哥 我今天才认识你父亲 再说了 案子都是那种丢到人群里面 找都找不到的人 我这个样子 我能是案子吗 那你为何从文府出来 手上还拿着银子 那我不是听说文府都是土财主 我特意画了芙蓉锦基图 高价卖给了文二夫人 文府 是你家呀 嗯 嗯 我 我我我我提一杯 算了算了都是误会 不过 你是何时把我当成绑匪的 是从小树林的时候 差不多吧 那天回来想找你 却发现你一身血的时候 那你这几天在干嘛 当然是在劝你回头是案了 嗯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怀疑我是案子的 这么早 嗯 我父亲 派人盯着我在花园的一言一行 那天看你鬼鬼祟祟的来 我当时就怀疑你了 说到底 大水冲了龙王庙 都是误会 来 再提一杯 我 我 画画明明挺好 为什么要故意画那么难看 我这不是怕 我画得比你好 你 嫉妒 拍挤我 虽然到后面也没好到哪儿去 我是那种人嘛 你不是吗 你也不想想 那天你那根笔 从我面前飞过去的时候 我能不怀疑吗 对了 这个给你 文兄 你这给我干吗 这不是你画的吗 这哪儿是我画的呀 这不是你爹画的吗 你 是某人信誓旦旦地说 这是他爹画的 怎么拦都拦不住呢 佟子福 你把嘴给我闭上 你还急眼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文庆 你觉得你的脸真的很搞笑 我要拿这笔 把你的表情记下来 有本事你别跑啊 喂 我 离我远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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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